舊產業來度過武漢肺炎疫情的難關 其實政府是已經動起來了 在立法院他上個月25號 就三途通過了針對武漢肺炎疫情的防治 還有經濟產業的一個紓困振興的條例 行政院他的編列了600億的特別預算 也因此有了正式的法源 其實不管是行政院 包括在園民會的部分 也有一些紓困的一些做法 我想進一步請教就是文明科長 就是說就園民會這部分來講 你們整個紓困措施的設計是怎麼樣的 能不能替我們觀眾朋友來說明一下 好 這個整個600億的 這次的新冠肺炎的特別預算 其實它並沒有特別的 去針對單一的族群去劃分 這個第一個要跟各位族人朋友說明 在整個600億的整個預算裡面 園民會在振興的這個部分 我們爭取到2億 在這個2億 2億的預算裡面 我們大概有三件事情要來做說明 在這個相關的一個措施 我們大概包括三個主要的一個措施 第一個就是行動支付的優惠 第二個部分是部落景觀的優化 第三個部分是產業多元的行銷 我想這個園民會的這個產業振興措施 很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防治 跟紓困的這個同步進行的時候 來支持部落的一個產業 我在這邊也要跟族人朋友來做個報告 我們在整個這個特別預算裡面 園民會是2億的預算 但是課委會是只有1.5億 其實課委會的預算比我們還少了5千萬 這幾個的一個措施裡面 其實我們主要來看有三個內容 第一個部分我們是鼓勵我們的國人朋友 到原住民的認證店家來進行消費 就是你到我們園民會公告的認證店家 只要滿百我們就折50塊給你行動支付 那這個部分我們大概整個 每一筆的這個每次的回銷是500塊 那這個行動支付優惠 大家很多人都聽過 因為大家現在常常在用 那園民會推出的行動支付優惠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這次特別跟行政院爭取 這個行動支付的優惠 它最重要的是把在部落產業裡面 最基礎的協會農業產銷班 還有包括像民宿 這些小規模的這些營業者 全部納入 那我們其實整個原住民 擔任負責人的公司跟行號 全國大概只有一萬六千餘家 但是我們全國在這個合作社 協會以及部落在經營的這個農業產銷班 其實也高達了八千多家 所以我們特別把部落裡面 在部落旅遊會碰到的產銷班 我們今天在座的像吉拉米戴的協會 或者是像我剛剛所提到的民宿 特別納入 第二個我們剛剛也知道 在這段疫情的一個時間 我們也要透過環境的一個整備 所以我們也推出了一個部落景觀的優化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時間在下個禮拜 立法院正式通過預算之後 我們在全國能夠爭取80到100個部落 有協會來提出以故宮購料的方式 來去修復部落的公廁 這個指向牌 還是我們的登山步道 料望台 只要這些部落的公共設施 都可以透過故宮購料 來能夠做修散 這個部分申請的就是協會 只要你是在我們原住民族地區 55個鄉鎮的協會 都可以來申請 第三個我們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其實大家也看到 因為宅經濟的關係 因為大家可能這段時間比較減少 出去實體店面的銷售 所以原民會也會針對國內的前六大的 這個電商平台 來設置IOE的這個品牌文創館 那我們會透過1000萬的預算 來挹注到這些電商平台 那族人的產品 不論你是文創品 你是賣田式 你是賣紅禮 全部都可以免費上架到這些產品 由我們對於這些銷售 我們族人商品的電商平台 來給予獎勵 讓這些回饋 能夠直接回到族人身上 這次的特別預算 總共2億 我們預計 大概可以帶動4億元的直接消費 那這4億元 會全部回到部落的合作社 產銷班 跟協會 我想這個就是有別於其他部會的 然後最後我要補充的一點是 今天不論是經濟部 所提的商圈的這個所謂的振興券 或者觀光局的這個國旅方案 或者我們看到的這個貸款紓困的方案 跟原民會的方案 全部都不排斥 也就是原民會的全部是加碼 今天你是業者 你可以收振興券之後 在想行動支付的優惠 今天你要上架平台 你上了這個平台 拿了這個 經濟部的這個振興 沒關係 原民會還可以免費 再讓你上新的平台 今天你部落要修東西 像我剛剛講的 未來我們可能也可以到吉拉米帶 還是到阿里山部落來提出 原民會來支持 我想整個我們的這個振興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挺原民享優惠 不是請了文秉科長來做整體的回應 我大概剛剛各位 包括葉子跟張教授所提的 我大概簡單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其實我們的確也要利用 這段疫情時間 來去做一些部落的一個陪伴 跟整個他們的 我剛剛所提的一個文化導覽 或者說文化解說的一個再培訓 原民會會做這個事 原民會實際上現在已經在做 第二件事情是很多人提供到 這個行動支付的這個方案 為什麼我們這次要推動行動支付的方案 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這個行動支付現在的推動 其實是所有的店家不用去負擔任何的費用 你不用去綁定POSE機 不用去繳信用卡 其實所有我們講的 今天你是產銷班你是協會 你只要有一台手機 有一個銀行的戶頭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在盤點之後認為這個是對族人來講 成本最低的 對我們認證店家來講成本最低的 那再來他成本這麼低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 他不用核銷 也就是說今天來消費的人 到了你的協會 他拿他的手機出來跟你逼一下 隔天你的戶頭就會收到這筆錢 我想這個對我們很多 是以協會在經營部落的 這個光華產業的這些族人朋友來講 掃掉核銷應該是非常非常 算是一個很大的信誓 因為不用再去貼憑證 不用再去簽名 不用再寫收據 然後等一個月之後 然後最後我剛剛 我也要再跟各位補充 也跟各位報告 圓民會的這個振興方案 是特別預算所提到這個兩億 那我們也知道原住民的這個企業 都是微微行 在全國一萬六千餘家部分 我們資本額在十萬塊以下的 佔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也就是說所有很多 我們自己在部落的這個店家 都是可能就三萬五萬塊錢 他可能在這次的疫情 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圓民會在這個月底之前 會推出圓民會 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的利息補貼 我們現在有在升級 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的 總共1541家 我們會到今年三月 一直到明年的六月底為止 全部推出這個利息補貼 也就是圓民會幫你繳利息 同時我們也會本金寬緩 也就是說在這個防疫的期間 本金可以暫時不用緩 我們希望陪伴我們的族人 度過這一段防疫的這個期間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想進一步詢問相關的資訊 有什麼樣的管道嗎 如果想要 我剛剛所報告的 不論是行動支付優惠 或者今天你要部落 來提出部落景觀改造 或者說你想要問怎麼樣如何上架 歡迎在週一到週五 每天的9點到6點 打電話到圓民會 我們的專線電話是 02-8995-3250 這個是我的專線 可以直接找我 另外所有的這個文... 所有我們的政策的宣傳 都在圓民會的官方網站 可以上圓民會的網站來做說明 另外只要立法院在下個禮拜 審議通過預算 我們會在全國55個原住民族地區 以及人口超過2000個以上的 都會原住民居局的這個區域 辦理說明會 我們預估會辦理百場次的說明會 好弱 好